山东又有6座城市房贷利率降了 河北全省普遍下调 是时候买房吗 据大众日报4月14日报道 近日记者了解到 近3月份山东泰安 林仪 烟台三地部分银行下调房贷利率后 记者致电工商银行日照某营业网点 其个贷款部门孙经理告诉记者 最近个人住房贷款利率较前期下降不少 手套房利率从2月份的5.3%降到现在的5.1% 非手套住房贷款利率最低降到了5.2% 目前前世工行网点已经按照这个利率来办理业务了 我们行房贷额度充足 只要手续完备 当日即可放款 几宁部分银行此次下调幅度最大 前几宁银行机构手套房房贷平均利率在5.4%左右 二套房房贷平均利率在5.6%左右 这次下调后 手套房贷款利率一计平均在5%左右 二套房贷利率下调至5.2%左右 分别下降40个BP和45个BP 这有助于释放刚性住房需求 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 危害 德州多家银行机构反应 目前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政策下显示 首套房贷款不得低于LPR 二套房贷款不得低于LPR加60BP 商业银行下调房贷利率符合这一要求 商业银行可根据各地房贷供需变化 自身资金状况等进行自主调整 另据石家庄新闻网14日消息 近日 河北全省房贷利率普遍下调 记者日前获悉 大部分银行在河北省范围内 下调了房贷利率幅度多在0.2%至0.3%之间 一些银行在唐山 秦皇岛 宝定等地区 对楼盘优质客户发放房贷利率水平 以逐步趋近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据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不完全统计 截至4月5日 年内已有超65个城市 出台楼市松绑政策 政策松绑内容主要涉及降首付比例 利率 供基金贷款优惠 购房补贴 房企资金支持 放松限购 取消放松限售等 贝可研究院近日发布的重点城市 主流房贷利率数据显示 3月 贝可研究院监测的103个重点城市主流 首套房贷利率为5.34% 二套利率为5.60% 分别较上月回落13 15基点 3月房贷利率降幅 创2019年以来月度最大降幅 房贷环境宽松 当前利率接近2020年三季度的水平 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王小强表示 在新一轮疫情到来下 虽然个别城市有回温表现 整体来看楼市小阳春不及去年同期 市场恢复速度不及预期 预计后续松绑政策城市不断扩容 且放松力度有望进一步扩大 中指研究院也表示 二季度房地产调控政策还将在哪些方面发力 全国楼市能否迎来全面起稳 是否还有迟到的小梁春 成为各界关注重点